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广大市民在车内体验生活时一定要锁好门窗 如果遇到陌生人的话尽量减少震动 让我们看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很激动对不对 哎呀妈呀 你们肯定很想看 好好好不卖关子 马上开始 凌晨 刘女士正在车内与爱人亲热时 遭到一名十刀男子的抢劫 犯罪嫌疑人初期只是路过 见路旁有车摇摆不定 便心生歹意 几分钟后又原路折返 监控画面记录了案发的全过程 从这儿就看那个犯罪嫌疑人当时比较狡猾 他来回的这么早在观察环境 而且呢 他头上戴着类似于这个丝袜一样的这个面具 做了伪装 到车门这儿你看 他手里头这个白色的东西就是装的是凶器 应该是一把菜刀 当时现场的这个男受害人的这个 情况还是比较这个窘迫的 他怎么没穿裤子呀 但是他比较机智 他没有跟那个 抢劫的这个人发生正面冲突 但是这个女受害人情况当时比较复杂 他这又上去了多长时间啊 这挺长时间的 也不知道你们在待着 诶 导播 这个 这个画面 诶 这个不是我们楼下停车场吗 导播你能不能把画面再切一块来看一下 我们看看当时这个停车场我们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是什么事 我们不在意宰 不是你们不在意宝康在的 不在意宝废 我现在是你们可以不在意宝座 是什么事情 你就可以用这个避免 shares 那边不要看 我们不要不在意宝座 这边再切去 我们不在意宝座 找找工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这段时间呢 有一个很正在热议的大片 叫做王朝的女人杨贵妃 有没有看 想你也不会看 主演呢 是我们的金锁 范爷 范冰冰 从车震 船震 田震 街震 地震 到大巴震 到如今范爷马震黎明 今天有感觉像马震了是吧 这名字不错 其实看完这个片段之后 让我突然发生一个感慨 是我太过于咬文嚼字 还是我觉得我的思想太传统 在那个纯正的年代 我当时还想跟我的小女友亲爱亲爱的时候 就到处在大学附近去找那些快捷酒店 比如说七天汉庭 紧张之心速八等等等等 我当时怎么就没有想到过去找匹马呢 好那么节目的最后呢 我还是想提醒一下广大的小伙伴们 亲热归亲热 在体验生活时尽量减少震动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 今晚打老虎 我们下期再见 哎呦妈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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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